哈喽哈喽,大家追剧都喜欢柯CP,许多经典的剧CP即使是在剧集下档后,依然会有一大堆CP粉拥戴,因着这样的CP效应炒作往往能替演员带来热度,比如景田和张彬彬这对放肆疼你CP,线下的营销那叫一个甜,然而有些CP系里甜蜜蜜,系外却脑翻开思,最经典的代表就是琉璃的诚意和远冰岩了。 而后来凭着山河令暴火的张哲瀚也公开切割前董事龚俊,CP粉都崩溃了。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再也回不去的CP,首先就是琉璃的诚意和远冰岩。 当初大家追琉璃时,可诚意和远冰岩这对CP都磕疯了,殊不知,在剧集下档后的收官云歌会,竟成为大型拆CP修罗场,诚意和远冰岩在活动上零互动零交集, 诚意几乎全程黑脸,远冰岩显得被鼓励。 网友说诚意想要拆CP的行为太明显,让CP粉很傻眼,整个活动场面颇为尴尬,让剧迷看完整场活动都立刻出坑了。 两人在戏里超级甜蜜啊,剧迷本来想在坑里躺好躺满,但在那场活动后都幻灭了,整个事件发酵蛮严重的,原本圈粉无数的诚意还出现了掉粉的现象,被网友批评小气又不专业。 前阵子原冰岩已助亲好回归,他和男主角郑叶成大方友好的互动,让CP粉看得很开心,因此又有网友跑去吐槽诚意。 这一件现场拆CP事件给剧迷造成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深刻了,香蜜沉沉井如霜,杨子和邓伦。 香蜜里的虚缝和紧密大家嗑得多开心啊,这对经典荧幕情侣再也回不去是因为邓伦被封杀了。 不久前邓伦被爆出逃漏税事件,短短一天时间他的微博抖音号就相继被封,接着优酷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将邓伦从多部作品中除名,当中就包括香蜜沉沉井如霜,当初大家嗑得有多开心啊。 还有不少CP粉贵求两人在合作,如今怕是不太可能了,回不去了,其实即使邓伦没有被封杀,香蜜沉沉井如霜虚缝和紧密的CP也很难延续,因为聚集下档之后两人的粉丝胡思得很惨烈。 即使,杨子在社交网站关注了邓伦,但邓伦并未回关,当时邓伦和杨子的绯闻还是挺多的,所以粉丝们就不满意了,双方粉丝因此闹出矛盾,似乎是为了解决这一情况,杨子取关了邓伦,这件事情后,杨子和邓伦明面上就很少有互动,不过在一次采访中,邓伦被问到和杨子的关系,他说自己是他的男闺蜜,打破两人闹翻谣言,也断了CP粉继续磕糖的幻想。 陆珍传奇赵令和陈晓,这个组合当年超级轰动,赵令和陈晓因合作陆珍传奇,成为经典荧幕情侣,这部剧大爆也让两人爆红,两人下戏之后的暧昧互动也被谣传在一起,在许多节目和采访中都很甜,给足了CP粉无限的想象空间,不过两人的绯闻始终没有被证实,据说是分分合合了很多次,后来陈晓和陈妍希恋情曝光,而且马上被证实,一年后就步入礼堂。 当时还有一堆关于陈晓为何选择陈妍希,却放弃赵令的报道,让三个人的名字纠葛在一起,两人原本在西外也有不少互动,但在那之后就彻底断线,没在同台了。 而今,赵令结婚又离婚了,两个人可能此生都不会再有交集了,最好的我们刘浩然和谭松印,大家有看过刘浩然和谭松印主演的笑颜剧《最好的我们》吗? 该就让两个人小伙,虽然现实生活是相差七岁的姐弟ZP,但真的很配,戏里超甜。 西外绯闻更是传得满天飞,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人是经典的一幕情侣,不过之后却闹翻了。 事件起源于两人疑似优惠被拍,导致绯闻传得沸沸扬扬,而这个偷拍事件导致两人的经纪团队开私,两边的经纪人互相指责对方买通狗仔拍摄,故意想要借自家艺人炒作。 真相如何不倒而知,而刘浩然和谭松印的关系变得很尴尬,从那之后两个人在公众场合就没有任何互动了,就连对方生日也不再发微博祝贺,不是为了避嫌这么简单,感觉是老死不相往来。 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胡一天和陈月,这对最萌生高XCP也是有名的翻脸一幕情侣,当初戏里有多甜,现在戏外就有多尬。 事件起源于胡一天被网红意外流出的录音档,胡一天说小美好找陈月来演是因为大部分女孩长那样,言外之意就是在说陈月丑。 录音档里胡一天还说自己的前女友对他死缠烂打,然后还抱怨粉丝很烦,种种发言重创胡一天形象, 让剧迷对他笑草男神的幻想破灭,而胡一天和沈月的关系自此也降到冰点。 沈月多次和小美好王紫薇高志廷孙宁聚会,但就是从没看到过胡一天, 清平月人敏和编程,编程在清平月饰演的怀疾和人敏饰演的灰柔公主, 是2020上半年大家最喜欢的CP之一,不过清平月下档后,怀疾和灰柔的CP率进就彻底碎了。 事件起源于编程和人民一起上直播,但编程尽全程无视人民的感受, 一直呛他说他丑还有脚臭,让整段直播陷入尴尬。 而编程的小屁孩行径也让他立刻登微博热搜,整件事情发酵颇为严重。 编程虽然最后有出来道歉,但依然让CP粉心碎了,而这整件事情编程真的很没素质, 尤其上女孩能这么尴尬,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,也让很多人对他路人感全无。 上瘾黄锦鱼和徐卫洲,当年上瘾的黄锦鱼和徐卫洲可是轰动一时的男男CP呢, 这也是剧中难得的纯爱B2丹美剧,不像是陈情丽和山河林那样打着好兄弟旗帜的丹改, 他就是非常赤裸裸火辣辣的男男恋。 剧中大尺度的吻戏和闯戏,让很多剧迷都磕疯了,黄锦鱼和徐卫洲靠着CP效应大爆火, 聚集下当后两人CP粉依然疯狂,不过当时黄锦鱼就已经不大想再用CP炒热话题, 所以CP粉都转向徐卫洲,直到徐卫洲直接在微博上呛某位CP粉有病去医院, 因为这位CP粉磕CP磕得太over,一直把距离带到戏外,把角色上升到演员, 就是想课证人CP,而徐卫洲的辟谣其实就是在拆CP, 再加上2022年初徐卫洲大方官宣结婚, 所以说当年的男男CP怎可能再继续呢? 陈情令、肖战和王一博,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看到伯军一笑合体啊。 如今,伯军一笑在微博上的CP超话依然十分活跃, 一点都没有消退的迹象,不少人还躺在陈情令的坑里出不来, 只是在陈情令聚宣结束之后,肖战身陷R7舆论风波, 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肖战和王一博同框画面了。 其实两人多次参加同场班奖典礼,只是都刻意避嫌, 站在同牌也都间隔其他人,座位也都会刻意隔开, 就是不想再捆绑CP,可能是不想给对方带来麻烦吧。 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再看到两人合体, 山河令、龚俊和张哲瀚,最后就是山河令、龚俊和张哲瀚这一对了。 今日,张哲瀚在RG公开手写信,直接切割龚俊, 信中称龚俊为前同事,表示两人在结束电视剧拍摄后, 除了工作时间的必要合作,私下并无交集, 并暗示龚俊方的商务,屡屡靠着炒作CP割韭菜, 故意营造CP假象,大赚CP粉的钱。 这一切割动作让许多CP粉都心碎了。 而后,张哲瀚再对IG发布视频再次切割, 又一次暗指前同事, 利用大量的黑水军蒙蔽官方媒体张募粉丝运营, 来引导未成年科所谓的男男CP, 鼓动粉丝克金,大动作切割是真的完全撕破脸了。 不管如何,还是希望大家理智追星,理性科堂, 不要把角色上升到演员, 美好都留在剧里吧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啦。